动保政策友善动物台北更好 现在动物和人之间的关系 已经不再单单只是四祖和宠物 而是伴侣 家人和孩子 对于未来动物保护 如何在台北市落实 我会提出三个层面 福利 保护和教育 我们在福利层面 我们会建立友善医疗体制 打造动物友善环境 宠物友善交通 动物保护 我们提升动物收容品质 成立非犬猫案件调查组 推广友善续情水产品 第三 教育 校园推广神秘教育 建构领养教育制度 打造台北成为友善动物城市 我们一起努力 你家台北就是无限 讲万安